别人家男朋友会做的 你家男朋友都会做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芝士烤饭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一勺酱油提鲜抓拌均匀 碗里铺一层保鲜膜 放入适量的米饭 像这样旋转一下包起来 记得要包紧一点哦 每一个饭团上要来一片芝士 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 用芝麻点缀一下 就可以进烤箱了 180度10分钟 融化的芝士搭配着微焦的米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上次说到掉头发的问题 大家的反应都很大 今天来嚼一个很棒的小零食 男朋友们拿出小笨笨 要做好笔记哦 先把黑豆、核桃、黑蜜、黑芝麻炒熟 最关键的还是食材的配品 我都已经打在屏幕上咯 把黑豆放进破冰箱里搅碎 接着是黑蜜 桃桃以及黑芝麻 再来一点枸杞 接着就可以练蜜了 练到这种微微起泡的状态 倒入打好的食材里 爪板均匀 在戳成球的时候 干开始会比较干 多摧火 它就会变得油滋滋的 把黑芝麻丸包裹起来 你看我一次做了这么多 找碗来上一颗 再也不如担心做图头小宝贝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低卡小餐吃什么 小时候校门口最乱以南望的小吃是什么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在炸火腿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啊 想要让火腿肠开花 一定要是淀粉高一些的 背方都打在屏幕上了 这个配方的味道和小时候的一模一样 可以勾起童年婚姻的炸火腿肠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小时候学校门口最乱以南望的小吃是什么呢 这个调料的配方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 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镜 面糊的配方我也放在屏幕上咯 一个鸡蛋 一点葱花 搅散 补上腌制好的肉泥 再来点黑胡椒 等鸡蛋定型了再翻面 看我这手法专业吧 再来点面糊 夹起来不停翻面 到外面有这种焦焦的状态 40克的棉花糖 250克的牛奶 等棉花糖完全融化了 加入巧克力 想要口感细腻的可以裹一下筛哦 我一共做了两个味道 一个巧克力味的 一个原味的 刷上自己喜欢的馅料 再来点烧烤粉 一包馅多 肉想夹多少夹多少 一口咬下去 满满的回忆 你们觉得我这手艺 该去哪里摆汤呢 别人家都是三菜一汤 我家就不一样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五菜一汤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腌制的配方 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味道比较清爽 但是可以很好地 取出蔬菜的色和苦味 找一个大盒子 放入切好的蔬菜 倒入料汁 莫果食菜 放入冰箱 冷藏一碗 鸡爽可 又下酒的五菜一汤 就做好了 快做给亲爱的人吃吧 手脚冰凉的你 今天这个教程 一定要让你的男朋友 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准备500克的红枣 像我这样剪开聚合 生姜小皮切片 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焖一火 煮好的红枣 又露手捞出来 放入破壁机 打成枣泥 倒进碗里 备用 去皮切好的生姜 加入300毫升清水 打成姜汁 用砂布过滤 记得一定要挤一挤油 要不然就浪费了 起锅 倒入姜汁 来两大块红糖 等红糖化开 倒入之前打好的枣泥 记得要不停地搅拌 咬过回湖底哦 熬得越干 保存越久 等水分蒸发了 就会变成很细腻的膏状 放入准备好的罐子里 一罐不仅手搅暖 心里更暖的姜枣糕 做好了 想吃的时候 摇一扇到杯子里 用80度左右的水 冲泡开 快 就给你爱的人喝吧 作为一个优质的男朋友 怎么能不会做比脸还大的爱心鸡排呢 鸡胸肉对半切开 葱姜料煮去腥 生抽熬凉提味 不用腌制 像我一样包上保鲜膜 翘打上520下 直到鸡胸肉变成三倍大 撒上面粉 刷上鸡蛋液 再来点面包糠 放个面重复一次 等油温升高了下锅炸 炸到定型变硬了之后再发面 撒上南辣椒面就贼香 除了撒粉吃还能做个酱料 秘质配方在屏幕上了 记得这个酱料一定要做的多多的 这样裹起来才比较爽啊 给你们听听的酥脆的外皮 每一刀下去都是咔嚓咔嚓的 裹上浓郁的酱汁 一口下去超过瘾 不仅仅只是外表酥脆 里面也很多汁 你们是比较喜欢撒粉的呢 还是裹酱的呢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太开心了 收到了卫士大自由派烹饪礼盒 还有一张挑战卡 那么今天就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三杯鸡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找闺蜜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姜和料酒可以帮忙去腥 先是三杯鸡中的第一杯 香油 倒入研制好的汁中 剪至两面焦黄 然后就可以倒第二杯明酒了 重头吸来了第三杯 一次榨取三杯鲜香的 威士达味鸡鲜 等待汤汁沸腾 加入20克白糖 给美味加点想象力 来点柴椒和洋葱 鲜美嫩滑的三杯鸡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家里炸薯条 要想保持长时间酥脆 视频里说的每一个重点 都要记好 土豆切成粗粗的细条 多清洗几遍 开水中放盐 重点来了 放入土豆条是戳水 并不是煮熟 30秒后迅速捞出 用吹风机吹干表面水分 这一步要记好 撒上淀粉 包裹均匀 薯条才够酥脆 密封冷冻三个小时 取出后不用解冻 油温糕点下锅炸 炸着金黄酥脆 捞出即可 蘸上番茄酱 够美味 学会的给个爱心支持一下吧 谢谢啦 为什么你腌的黄瓜 不酸不脆不开胃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赶紧收藏哦 隔壁老王送来的黄瓜 去头去尾 给它一分为四 切成小段 加炒菜两倍的盐 腌制半个小时 擦出水分 千万不要用水清洗 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到过年都不会坏 加点姜片和蒜片 再来点小米辣配色 加两勺松抽 一勺醋 再来点花椒和干辣椒 淋上热油给它炸香 最后撒上白白的黑芝麻 用我的右手插拌均匀几个开支 您学会了吗 饭店里的小酥肉 为什么那么酥脆 到底是用淀粉炸 还是用面粉 今天分享我30年的经验 炸出来 根根酥脆 放凉了也不回软 做小酥肉 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梅花肉 这种肉有肥有瘦 做出来的口感才够嫩 然后切成筷子粗一点的条 放入碗中 加姜末 葱花 料酒 盐 花椒粉 千万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 原味才是最香的 腌制20分钟 然后打入两个我刚刚下的蛋 准备一包小酥油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一勺食用油 再次搅拌均匀 五重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草菜 头都想大了 能不能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呢 非常感谢 炸的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是不是很简单呀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饭店里的小酥肉 为什么那么酥脆 到底是用淀粉炸 还是用面粉 今天分享我30年的经验 炸出来 根根酥脆 放凉了也不回软 做小酥肉 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梅花肉 这种肉有肥有瘦 做出来的口感才更嫩 然后切成筷子粗一点的条 放入碗中 加姜末 葱花 料酒 盐 花椒粉 千万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 原味才是最香的 腌制20分钟 然后打入两个 我刚刚下的蛋 准备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一勺食用油 再次搅拌均匀 五重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草菜 头都想大了 能不能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呢 非常感谢 炸的筋黄酥脆即可捞出 是不是很简单呀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为什么饭店的腌萝卜那么好吃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赶紧收藏哦 大白萝卜一切两半 切成厚厚的薄片 加炒菜两倍的盐 腌制半个小时杀出水分 千万不要用水清洗 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到过年都不会坏 加点姜片和蒜片 再来点青红椒配色 加一勺白糖 两勺酱油 一勺醋 再来点花椒粒 泡上一勺热油 用你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的朋友 记得给我一个小心心 谢谢啦 为什么你腌的萝卜没有饭店的好吃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看一遍就可以学会 首先将洗净的白萝卜去头去尾 一切两半 斜刀切成一元又密厚的薄片 加炒菜两倍的盐 用我的手手抓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杀出水分 记住千万不要用水清洗 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到过年都不会坏 加点姜片 蒜片 再来点青红椒配色 加两勺酱油 一勺醋 一勺白糖 再来点花椒粒 泡上一勺热油 用你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 继续腌制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试做吧